谢谢市长 穿上机师服扮演机长 带上美丽的空姐们 说要让民众在桃园就有出国的感觉 但待民众为出国之余 也不忘带外国人认识台湾 一群外国脸庞 在桃园的草螺沙丘留下开心合影 原来是桃园市长郑文灿当地培 带着26国使节由桃园积极拓展外交 难道是为了2024先做准备 跟赖赴总统PK 那是媒体外楼 媒体外楼 我们觉得无奈 要大家别想这么多 因为下一步怎么走 郑市长似乎还在想 原本被点名公投后接棒隔回大位 但沿见民进党公投宣讲气势胜长 党内评估最差就是良好良坏 没想都到了苏院长 没有走人的理由 因此传出党内打算 要让2022就从桃园毕业的郑文灿 走这一步 市长你怎么看 谢谢郑文灿是谁 谢谢大家 被挑战的笑笑不多说 据了解会点名郑文灿选新北 除了能拉台新北市议员的选情 就算选输了 也能遵循蔡总统2012模式 问鼎2024 这个剧本太多了 没有办法一一回应 那我是市长 请不用帮我找工作 强调自己的桃园大家长身份 毕竟都还没借满 现在怎么说都不对 TVB新闻的